把胡萝卜和山药切碎了,放在一起,作用真的是太厉害了 解决了男女老少的大问题 首先,我们准备一根胡萝卜,再准备一节山药 先将表面的泥土清洗干净 胡萝卜和山药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两种食材 它们的吃法也非常的多 但是很难有朋友会把胡萝卜和山药联系在一起 其实把胡萝卜和山药放在一起作用非常的多 只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胡萝卜和山药的养生吃法 我们先把胡萝卜和山药表面的泥土清洗干净 在买胡萝卜的时候,我们可以买上面泥土比较多的胡萝卜 这种的胡萝卜,说明是比较新鲜的 搓洗干净后再加清水,反复地多冲洗几次 洗干净后放在菜板上取半根胡萝卜就可以了 如果您家的胡萝卜比较小 那么就准备一根,接下来把胡萝卜去皮 去皮后先切成薄片 切得越薄越好,因为胡萝卜它比较硬 做起来也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要把它切得细一点 这样做起来也更加容易熟 并且口感也会更好,再改到切成细条 再切成胡萝卜丁,切得越碎越好 胡萝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还有各种营养元素 也含有特别丰富的膳食纤维 切好后收入碗中 接下来把山药处理一下 很多朋友都对山药过敏 每一次削完山药之后 手都会发痒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 正确去除山药的方法 让你全程手都不会粘到山药 我们准备一个筷子 先把山药脏的两头切去 然后将筷子插进山药里面 像这个样子 我们一手抓住筷子 一手用去皮刀将山药皮就去掉了 并且整个过程中 手都不会粘到山药皮 这样我们的手就不会出现过敏的现象了 一般山药分为两种 一种是比较脆的脆山药 而我买的这种是比较软弱的铁杆山药 因此我们在熬粥啊 煲汤的时候 可以选择这种的铁杆山药 吃起来更加的粉嫩好吃 山药去皮后 我们直接用菜刀这样将它拍碎 拍碎的一瞬间 我们的筷子也可以轻松地被取出 接着把山药剁碎剁得越碎越好 剁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现在也把它收入碗中 和胡萝卜丁放在一起 以这种方式来剁山药碎 整个过程中 从去皮到剁成碎末 都没有粘到山药 所以也不会引起过敏 接着 根据自家人口的数量 准备适量的小米 为了让小米更加的好吃 我们可以在里面加入一小把糯米进来 然后将它们两者混合在一起 用清水稍微淘洗一下 淘洗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接着锅里面准备足量的清水 有很多朋友在做小米的时候 有的是凉水下锅 有的是热水下锅 其实煮小米既可以冷水下锅 也可以开水下锅 做出来都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可以选择自己习惯的方式 然后我们将糯米和小米 一起倒入到锅里面 盖上盖子先煮开 煮开后用勺子搅拌两下 防止粘锅 然后将胡萝卜粒 还有山药碎倒进来 接着继续不停地搅拌 像这样搅拌约两分钟 这样搅拌的过程中 可以让我们的食材充分地混合 并且也可以让我们的小米和糯米 迅速地开花 这样煮出来的粥 更加的软绵滑润 这时候锅里面已经再一次开起来 现在盖上锅盖 把火转到最小 慢慢地炖煮半个小时 把所有的食材炖煮熟 接下来我们准备几颗枸杞 用少许的水将枸杞润湿 加入少许面粉 然后进行抓洗 俗话说的好人到中年不得已 保温杯里抛枸杞 由此可见 枸杞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枸杞它在生长和凉晒的过程中 都没有经过任何的清洁处理 所以我们在用之前要将它清洗干净 但是枸杞的表面有许多的褶皱 我们清洗起来就比较麻烦 所以在清洗枸杞的时候 最好是加点面粉这样来进行抓洗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这样冲洗几下 我们的枸杞就可以充分地被清洗干净了 但是清洗枸杞的次数也不易过多 这样容易导致枸杞营养流失 洗干净的枸杞先放入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锅里面的粥也已经熬好了 并且汤汁非常的浓稠 这个粥光看起来就觉得非常的软糯顺滑 这个时候把枸杞倒进来 用勺子搅拌两下搅拌均匀 很多朋友都喜欢喝小米粥 但是熬出来的小米粥 要么是水分特别的大 一点也不粘稠 要么就是熬出来之后喝起来寡淡无味 颜色也不好看 怎么比都觉得没有外面卖的好看 像这种方式熬出来的小米粥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汤体非常的浓稠 小米都被熬煮出了米油 非常的香 看起来也非常的粘稠好喝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那就可以把火关掉了 因为枸杞都不适合长时间的煮 接着盖上盖子 让小米粥焖一分钟 这样一会儿我们喝起小米粥来 就觉得它的口感会更加的软绵好喝 我们在熬小米粥的时候 最好是用这种的砂锅来进行熬煮 熬煮出来它的味道会更加的好 然后将煮熟的小米粥盛入碗中 这样熬煮出来的小米粥色泽金黄 顺滑 软绵非常的好喝 喜欢的话赶快再加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转发收藏点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